其實你們對於這些數字是否都不覺得驚訝 因為你們都在做一行的生意 是 其實不奇怪 只不過我們看到昨晚的數字 你看到香港的女生加上很大的激增 我看到其實 看看你跟多少年前比 其實在2006年到現在 其實數字都是維持在六千多宗 六千多宗 當然只是女士嫁去國內 即是嫁中國內地的男士 其實一直都很平均很平穩 我會看到有幾個方向 因為國內的經濟條件越來越好 例如我舉例 以前十幾二十年前 香港人就會回國內買東西 今時今日其實已經反轉了 國內人士就來香港購物 自由行 所以經濟很強 第二件事 我們會看到 如果國內的年輕人 譬如說他們一個很好的學歷 甚至有些人在外國讀完書 入了一些外資的機構做事 因為我本身我自己都在國內 在北京住了三年 我會看到一些東西 就是說 如果你說真的有些外資機構的背景 其實他們那些人在上面做事 跟香港的人在香港做事 經濟條件一樣 甚至今時今日是好 所以基本上 女士的一個老公 要考慮經濟條件 相對現在的那個 階段就小了 但是文化 我經常很擔心 我問一下Jimmy 其實我們這裏的女孩子 就很擔心文化差異 因為大家在很不同的環境長大 譬如我們在香港長大 我們受到西方教育 國內的人始終都在大陸長大 他們受到教育 和大家的文化背景太不同了 其實是否比較難一些 融合很難女的 要去選一個男的呢 我覺得其實已經 已經和以前的差距已經收窄了 因為譬如 好像Connect剛才說的 國內很多男士 他不單是在外資公司 甚至在外國長大生活過 我們跟他們接觸的時候 其實跟香港的男士 其實沒有分別 就算他們說的話 就算他們想的思維模式 都不是很大分別 所以我們當然不可以跟很普羅的 內地男士去比 但是那一撮人來說 已經不是很大分別 我相信他們是逐點收窄的 其實我有個疑問 就是現在說香港女孩子 嫁內地的男孩子 其實可能有兩種人 一種就是嫁入去內地 在內地生活的男孩子 一種就是內地的男孩子 來香港在香港生活的男孩子 如果是一個香港女孩子 嫁來香港生活的男孩子 其實他可能沒有什麼